哈喽大家新年快乐 我姚妹给大家拜年了 我是嫁来台湾三年日 两年多了 还没正式到三年 但是我已经提前过了第三个春节了 那姚妹祝福大家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 身体健康 平安顺利 祝福大家一切如意 农年新大运 好啦 这是我在台湾 我叫来台湾已经有这么多年了 其实也没有多少年 但是呢 今年是在台湾过的第三个春节 我要给大家看一个好东西 这个糖果盒 还有人记得它吗 这一个呢 是我在台湾过第一个春节准备的 那家里面呢 都会准备一个糖果盒 那那一年呢 我们来台湾就是刚好回台湾 然后家里面什么都没有 所以说连那一年的碗筷 我们都是不足的 我们当年订的年菜用的碗盘 就直接用那个酒店里面订年菜的那个盒子 后来到了第二年呢 我们就开始准备了碗盘 就多一点的碗盘 第一年的时候我们的盘子只有三个 然后碗只有两个 第二年的时候我们又增加了几个盘子 还有那个摊盆 那今年的话呢 我们就准备的碗盘少了 总之就是一年增加的胶蛋越来越多 但是这个盒子 这个盒子一直没有变 我每到春节的时候就会拿出来这样子 因为当时去买的时候呢就是 就是臭巧碰到 然后刚好我也不知道买什么糖果盒 但是这个糖果盒 这个糖果盒呢 是我这辈子见过最好看最喜气 也是大家说的最古典的 有粉丝说他们家的这个也有一个这样的盒子 有些粉丝说早就不见了 那有的人说他的这个家里面这个盒子已经有一百多年了 希望我这一个盒子也能用到一百多年 本来想说回去的时候给妈妈带一个 但是忘记了 但是我这个一拿出来的时候我又想到了 这样看的话可能大家看不出来是糖果盒 对不对 真的是你看还可以赚的 让大家农年流转乾坤了 行到运赚赚赚啊 好啦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糖果盒 然后这里面就中的糖果 然后这个糖果盒我就不跟大家再多说了 那今年我们订的连菜是什么样子呢 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除夕这一天的准备 一直从早到晚然后到年夜饭 给大家先来展现一下吧 观看一下我们的年夜是怎么过的好不好 开始大家 哈喽来给大家开箱一下 我们的阿农师 这个不是阿鸡是 阿农师的内豆 这是阿农还是阿鸡啊 这写的是阿农 总布施元香什么 这是我们的那个年菜 准备来开箱一下哦 总共多少钱啊 3078块 到了 我们要怎么开箱呢 我们的年菜已经到了 然后昆哥订的 本来以为会不来 还还很担心说过年要吃什么 好啦 哇 好像冷冰冰来 你看 哈哈哈哈 这是 这是什么 这个是奶磅 这上面没有写名之后 我看一下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玉皇针石斑鱼 好 再来一个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绍兴醉草香 还有啊 哇 这个好重哦 这个不用猜 不用猜 这个是那个 活跳墙 应该是吧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这个叫做 活跳墙 海中宝 好 好 再来哦 将将 这个盒子好精致哦 然后这个是佛跳墙 对不对 这个是 竹森顿四宝 今天是竹森哦 步步高升 还有哦 将将 这个是什么 登登 我看一下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 这个是 红薰油饭 登登 油饭 还有哦 还没有开上网 登登 这个好重哦 这是什么 这个是 我看一下 古早味 菜尾 菜尾 菜尾汤吗 我也不知道 还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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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登 看一下这个是什么 你看 都要弄啊 你看电锅蒸锅解冻后 所以你要放在 冷冻里面 这些都是冰起来的 这些都是冰起来的 无需加热解冻可食用 这一个是什么 这一个是 绍兴最炒香 这个也是要冻起来的哦 解冻后倒入容器外锅 这个也是要冻起来的哦 这个也是要冻起来的哦 解冻后倒入容器外锅 最后倒入锅内 就是要解冻呢 就是要冻起来嘛 就是要冷冻嘛 这个也是冷冻的 你看它自己也是冷冻的 有效期到2024年10月14日子 一定要冷冻起来 这个也要冷冻 这一个螃蟹 这也是一只螃蟹 这个是红蟹 红蟹 解冻后 也是要冷冻的 你家的火雕 你现在看也没用啊 你看三杯水蒸 约一个小时起 把冻起来 好多人呢 买樱桃买水果 我们现在赶紧来买这个水果 还有蔬菜 据说明天这个市场 可能就没什么人了 所以赶紧赶紧来 那是纽西兰的 纽西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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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纽西兰 樱桃还有 有有 他要500 你帮他挑500 早上85的卖完 就剩下4个了 现在才蛮早的 很多人都赶紧来买一些年户 不然的话明天都买不到了 只要12克这样 这个是什么 甜 年糕 年糕哦 甜的 红檀做的 太多了 太多了 可以吃八粒 要多少 好了 好 这就是300了 300了 这就是200了 是 年糕菜头 对对对 赶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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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切一盒 不用了 不用再切一盒 你那樣可不可以 稍稍一點點 稍稍稍稍 稍稍 稍稍好嗎 稍稍會這樣 然而一盞 要這麼多嗎? 不,有,把兩塊肉來煮 好,好興奮喔 115元 你怎麼貴? 要這個嗎? 沒訂都沒了 沒訂就沒訂 沒訂,沒訂 沒訂,沒訂 沒訂 我买萝卜糕等下中午吃 好了 你要买两颗对不对 还有这个橘子 一颗50 两颗100 感觉今天工学市场的人 是最多的 可能平时我都是因为10点多钟才会来 但是现在这边已经有好多人了 很热闹 现在我们东西已经买好了 水果也买好了 然后刚刚买水果的老板说明天还有 后天也还会有 然后天下午就没有了 就要过年了 这边还有卖春年 还有这些 灯笼春年 好了准备回家咯 我们过年的花就这样子了 1月8日这一天在家做清洁 终于把地板擦干了 衣服是洗好了没有太阳怎么办 烘干机都要排队了 终于轮到我了 去看看我的衣服干了没 第一次烘干衣服 在这里 他讲错了不是衣服是被子 哇干透了 哇好干哦 早知道把那些衣服全部拿来烘干 哇好暖哦 马上就可以拿去套起来 这也太正了吧 耶 把它掏出来 好好暖哦 哇 20块钱 然后20块钱就干透透了 早知道就把那些衣服也拿来烘一烘 太棒了 干的好干啊 比你晒太阳还要干 太棒了 我没有那个男子怎么这样抱回去啊 哈哈 哇好暖哦好暖哦 啊 呱呱 干透了 嘿嘿 我马上就把它装起来 没有想到这个小勺子 红干机 红干机好好用哦 我现在那个被子就像烤了那个红灯一样 好暖哦 现在还飞碳呢 这头 原来那个红干机那么好用 20块钱 你看嘛 20块钱我就把它红干了 搞定 搞定 我们现在要拿出来可以解冻了呀 全部拿出来解冻 哇这个石板鱼这么大 比这个锅还大 把油加满 把油加满 把车位保 这样的话来年 他才有动力 载着我到处跑 乖乖哦 他干嘛给我一千呢 你看这一片菜长得多好 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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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大一颗 晚餐开始啊 这个是我们的阿嬷的糖果盒 看看今年的糖果是什么 这是我们的糖果 然后这个是红薯油饭 还有一个鲜鱼油饭 绍兴醉酒炒香 大炒虾 还有一个 这个是石板鱼很大一条 这个盘子还是今天特别去买的 然后炒了一个菠菜 这个是菜尾汤 然后这个是佛跳墙 每年都有在点的一个菜 然后这一个是竹孙四宝汤 还有餐后水果 鸚鸚和葡萄 淘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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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淘 好了各位我们的年夜饭就开始了 现在在这里呢 预祝大家农年快乐 是农年吧对 农年吉祥如意 恭喜八台 身体健康 平安顺利 万事如意 开动了 我们的厨西大餐就开始了 先来 先吃一点饭 还是先吃一点饭 看一下我们的 最旧 你看 好些啊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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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近 啊啊啊啊啊 刚刚那个糖汁 看这面下来了好 很高 先不在这边搞七搞八 就是准备开始动 这个十八鱼 这个十八鱼 去年也是点了十八鱼 好像每年都有点 拿一个盒子来丢 一人一个盒子 酒粘 这个阿茂的糖果盒 阿茂的糖果盒 这个用了三年了 可能会用到 我可能会用一辈子 有人说 我看到有粉丝说 他们家的那个糖果盒 起码有一百年了 因为他阿茂 他阿茂在的时候就有了 那这位粉丝应该也是五十岁了吧 哈哈哈哈 还不错哦 就是热菜真的热蛮久的 真的是热蛮久的 有些菜 我们那个汤都是第二次热了 就是所有菜热好之后 发现那个汤已经快冷了 那只拿过来 那边啊 好 这个是我们的 鸿鱼 这个给你吃 这个鸭把它吃掉 嗯 为什么我吃 一人一半 就一人一半 把它打出来 一人一半 母的 母的 哇 好多蛋蛋哦 看到吗 看到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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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基本上我们在台湾过年的话当然都是这样 我们家呢也没有去拜拜 然后也没有像什么 我看到很多台湾的家庭里面呢 就是会很隆重的去拜拜 拜祖先吧 应该是拜祖先吧 我也不知道 如果你们如果有讲错的话 希望你们帮我更正好 我看他们的样子应该是拜祖先 就是在网路上看到朋友他们发的啊 还有就是一些台湾朋友他们发的 那在我家乡过年的话呢 一样的是要拜祖先的 但是我们老家拜祖先的话呢 就是要先我们是有排顺序的 首先是神明就是菩萨先吃饭 先拜他们各封神圣 然后都把他们拜完之后 再来就是摆上一桌或者是两桌 一般都是一桌啦 就是一桌里面放很多碗筷这样子 然后放着饭 然后还有菜这样子 把那个筷子呢 就平着放在那个碗上面 然后叫叫饭 那在我家乡上叫饭 那就是神明吃完 祖先吃 祖先吃的时候 我们也会跟他烧这个纸钱 那我们就会打好之后 就会说 哎 那个外公 或者是什么公 什么公 什么外婆 什么奶奶爷爷 这些什么什么 然后很多祖先都会请他们来吃饭 好 他们意愿吃饭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在桌子旁边 然后有一个大大的罗东 嗯 罗东 我不知道 不知道国语怎么讲 然后呢 我们就会一直撕紫钱在里面 那也撕不过来 所以我们会事先撕好 放在那个罗空里面 然后呢 就开始放在那个火盆里面 烧烧烧烧烧烧 烧这个钱是干嘛的呢 就是给祖先的 然后等祖先吃到差不多了 我们之前也烧的差不多了 也就是烧完了之后呢 就跟他们讲 在烧的时候呢 我们会跟他讲说 哎 你们哪一个祖先 哪一个祖先 人家吃晚饭来这边领钱哦 哎 然后等 子钱也烧完了 就跟他们说好了 你们吃好了 钱也领好了 然后保佑我们这些子子孙孙 然后就是 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然后顺顺利利 那我妈妈她嘴巴里面 还会念很多很多 那吃完之后 就跟他们说请回吧 然后接着我们就会把他们吃过的碗筷收起来 然后再把那些饭菜热一热 然后就剩下 刚我们家人吃了 但是来台湾的话呢 就 呃 就没有像这样子 然后就 因为毕竟我们平时就是两个人 所以说我们两个人就是简简单单过 然后只要多 饭桌上 风风盛盛 年年有余 这样就好了 所以说我们现在跟 不知道跟台湾 嗯 就是 有一些家庭 还有很多长辈的时候 不知道是不是 怎么 这么过的 哈 反正我们家就 我们现在就两个人 呵 在家里面就是这样过的 那在我老家的话 其实我们也没有去实行像我妈妈那样 可能当我们这一代就不会懂那些 呃 拜拜的 那种规矩啊 或者什么的 因为现在我妈妈还保持着 但是基本上就是像我是女儿家的话呢 就不能说回娘家 然后去跟着做那样子 那 在我家乡就说女儿嫁出去了 那你要拜祖先的话 也是拜老公的祖先这一边 那就不能去拜我们的祖先了 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规矩 反正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习俗 那剩下就是我娘家那边的祖先 就是要我弟弟来 以后就是我弟弟他们跟弟弟他们要办的 那嫁出去的女儿就不能再拜娘家的祖先这样子 台湾有没有这个习俗我不知道哈 如果有的话呢 大家也可以在留言区留言 好了 我们的年夜饭也吃好了 欢迎大家 然后留言 大家年夜饭就吃了一些什么好菜呢 那我们这一次吃的是这个阿农师的 也是在网上订的 当然我们肯定是吃不完的 年年有余嘛 年年有余 好了 那我的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再一次祝福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那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记得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